由张翰主演的年代剧《传奇大亨》已经开播 几位主演民国时期复古装扮出镜 张翰蓄起胡子的造型格外惹眼 该剧讲述了张翰饰演的顾佳老四 顾炎梅凭倩非凡的商业才华和敢想敢评的奋斗精神 历经诸多磨难 最终缔造了一个华语电影帝国的传奇故事 宋益饰演的裁缝少女曲梦乐观善良坚韧 吸引到了顾炎梅的注意 却也成为这位传奇大亨一生情感指向 拍摄这部剧的时候 宋益还是张翰工作室旗下的艺人 不过张翰对宋益并没有老板的高高在上 而是像新哥哥一样的对待她 宋益自己也表示非常感谢 每次都直接喊张翰为歌 假期饰演胡碧玉顾炎梅的剪发妻子和一生挚爱 她是新加坡民们望族的月金枝秀外惠中 与顾炎梅一见清新成就美满佳话 小编觉得贾青对一生打扮非常好看 事后陈乔恩友情出演影后玫瑰 顾炎梅在事业有成时遇见了她 并将玫瑰收入自己公司的麾下 并且力捧为当时最红女明星 在事业上给予了玫瑰几多的帮助 但却只是爱情未满友情以上的乱世情缘 编写 M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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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